她是我女兒給自己玩的 扎下去 扎下去 你還好手 那是啥關係嗎 我扎下去 我扎下去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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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玩的 那是啥關係 我跟她是胡錦 她是胡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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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錦 她是胡錦 你去查一下 你等一下一查一下就知道那是不是我 我是不是你爸爸 養了你二十多年 也不是你爸爸 她到底是個女兒嗎 親生女兒 在現場 一對中年夫婦自稱是女孩的父母親 正試圖將女孩帶上火車 可女孩卻聲稱自己遭遇了人販子 而且並不認識他們 隨後 民警將三人的身份證收繳過來 民警發現女子姓陳 和中年夫婦一個姓蔣一個姓王 雖說姓氏不一樣 可夫婦倆聲稱絕對是女孩的親生父母 我也使得找掉 這等於是我爸爸是從這家給他辦到這瓶來賣到這瓶 現在呢 我這邊的那個唐叔波的 崩波的叔叔呢 他講要有一個姓陳過去 所以他就是老大 他是我家是我老大了 他是頭一個長歲了 那他就要給一個姓陳了 經過仔細的比對 民警看到三人身份證上的家庭地址 確實一模一樣 都來自福建省武夷山市 看來雙方確實存在親子關係 事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因為我女兒跟人網戀 手機網戀她的那個男朋友叫她 坐火車來 然後我們坐高鐵來追上來 因為我女兒是在場景 女孩的母親告訴記者 自己的女兒通過網戀 喜歡上了貴州盤線的一個男孩 所以瞞著他們夫婦 坐著火車來到了貴陽 因為擔心自己的女兒受騙 所以他們夫婦也連夜趕到了貴陽 來到貴陽之後 男孩卻避而不見 所以他們夫婦就想將女兒帶回家 可女兒死活不同意 才上演了這一場鬧劇 看到圍觀的眾人比較多 民警決定先將雙方帶回派出所 再做進一步協調處理